上海真的可以称作为咖啡之城 遍地都是咖啡 与咖啡相关的故事也很多 但是你知道上海最红的咖啡是哪一家吗 这杯自在红色基因的咖啡呢 就是一大的 这一大会址开出来的叫一咖啡 一二三四的一咖啡 这一咖啡就设在一大会址对面 就建在石库门市的建筑里面 而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的叫树德里 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 这家店内的咖啡豆用的是云南的精品豆 真的是为中国代言 为中国的咖啡代言 我们曾经这个有一次开会公司开会 专门组织到新天地兰里去开的 大家坐在那开会的感觉 就好像很有一种改变历史的感觉 我们将要开创一个新的道路 确实如此 所以这地方开这样的咖啡馆 对于很多创业的朋友来说 可能也有别有意味啊 那希望在这里能够诞生出越来越多的 这个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这个创业思想 也能够诞生一些伟大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